我們有一句成語說 老大圖傷悲 就是說 為什麼年紀大的人 反而要比較特別小心 特別難過 不是說少小不努力的意思 這是另外醫學上的醫師說 從V型肝臉的傳染途徑來講 因為媽媽生老大的時候 媽媽體內的V型肝臉病毒比較多 所以 從老大的時候 小孩子比較容易受到媽媽病毒的感染 病毒代言者 等到老腰的時候 媽媽年紀也大了 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連是僵老病毒也衰 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體內的V型肝臉病毒量也會減少 所以 一般假如家庭裡面有好幾個兄弟姐妹 常常是老大老二 他有V型肝臉 可是被倒要的時候 反而沒有V型肝臉 這個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老大圖傷悲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認為V型肝臉病毒是民國75年的權位注射 所以在民國75年以前 我們這些舊臺灣人沒有V型肝臉病毒的保護 所以就是一家裡面 假如媽媽有代言 兄弟好幾年幾個 可能就被代言者 當然老大老二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 那麼代言者 在年紀大以後 隨著年齡的增加 代言有可能會消失 產生抗體 但是我們知道V肝西肝 這種病毒一旦感染之後 我們肝臟就會發生各種變化 像我們的土地 泥土 假如發生變化以後 就容易長草一樣 肝臟一旦肝臟病肝細肝 即使以後病毒消失了 肝臟本身就好像變成新的土壤一樣 容易長草一樣 容易長乾奶 所以假如我們有抗體 這抗體不是打疫苗產生的 但是還是有機會長感染 所以我們很多台灣的 即使一般民眾當然不用講 有些不是肝臟的意思 他可能也不了解 有些說你肝臟抗起來 你不用怕 事實上這話只對一半 他得肝臟的機會 是比代言者當然少 但是還是比現在新一代的 新台灣人得打疫苗的多很多 所以有肝臟抗體 不代表你肝臟正常 有肝臟抗體 假如不是在疫苗產生的 事實上是表示 之前你曾經吃了肝臟病毒 這個肝臟已經被肝臟病毒摧殘過 將來還是有機會多看來 尤其在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